自治通鉴 周显王三年 自治通鉴记载有两件大事 第一 魏国和韩国在翟阳会见 第二 秦国在洛阳打败了魏汉联军 记载的过于简单 我们只能推测 大约是秦国向东扩张 给三进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这才使得原本已经反目成仇的 魏国和韩国勉强联手 共欲强敌 翟阳会见应该就是双方打商量 谋求协作 但结局呢 有点出人意料 魏汉两大强国 连手都能被秦国打败 看来老皇帝该换了 这一讲 我要重点说一件 这一年发生 但司马光没有提到的灵异现象 那就是黄河水突然变红了 翟阳是魏国的一座城 位置大约在今天的河南行阳东北 原本是智瑶营建出来的 山河一主 无是人非 智瑶当年的苦心经营 到头来呢 为他人做了嫁衣裳 韩卫联军联手阻挡秦国东进 而秦国军队虽然来势汹汹 但也不可能长驱直入 一路达到洛阳 资质通建大约把洛阴错写成了洛阳 洛阴和洛阳的关系 并不像字面上看去的那样 可以隔着一条洛水相望 毕竟洛水啊 渊远流长 洛阳在今天的河南境内 洛阴呢 却在今天的陕西境内 洛阴当时属于魏国的西河郡 是武器曾经扬名立万的地方 资质通建这段史料出自史记 史记写的就是洛阴 司马光啊 应该是不小心超错了字 参考竹书纪念 我们会发现这一年 还发生了一桩灵异事件 在龙门一带 黄河水变成红色 持续了整整三天 当然资质通建 赵立不与怪力乱神 只是以今天的学术标准来看 不与怪力乱神 未必就是好事 竹书纪念先后有过两次 关于黄河变红的记载 黄河的河水 怎么可能变成红色呢 是不是上游发生了大屠杀 人血把河水染红了 这并不奇怪 商鞅变发的时候 就发生过这种事情 但问题是 竹书纪年的两次记载 都仅仅谈到河水变红 却完全没有提及 相关的屠杀或者战争 更没有说过 有尸体顺流而下 所以这种灵异现象 也许是上天是井吧 上天到底想说什么 普通人呢 根本搞不懂 必须求助翻译专家 但是战国时代 还翻译不出来 河水变红的含义 要等到汉朝 医学大师 金房出场 这才斩钉截铁地说 凡是河水变红 都是老百姓 对统治者满腹怨念的意思 预示着战争迫在眉睫 直到今天 很多江湖术士 还在拿金房的名头 招摇撞骗 把金房的义学 渲染得神乎其神 其实金房的义学 有一套很清晰的标准 演算结果 是可以经受正位的 可以经受正位 就等于从玄学 走向了科学 后汉书有记载说 东汉安地涌出六年 河东郡池水突然变成红色 这一时期 邓太后专政 显然后汉书 是把池水变红 和太后专政之间 绑定了英国关系 如果我们再看一下 邓太后专政期间的 天下大事 就会发现 天在人火不断 万有遗敌入侵 内有呢 倒贼作乱 完全可以验证 金房的义学理论 你应该会想到 水变红 既然是在意 水变清 就应该是祥瑞了吧 不是有个成语叫 和清海燕吗 等哪天 黄河水变得清澈了 那总该 天下太平了吧 这个还真不一定 汉桓帝 延熙九年 黄河水 真的变清了 大臣 香凯尚书说 黄河是诸侯的象征 水清呢 是阳气清明的征兆 我估计 有诸侯正在 图谋皇帝的宝座 果然就在第二年 汉桓帝驾崩 没有儿子 都待后找父亲商量 从皇亲里边 挑了一个年仅 十二岁的 谢赌庭侯 刘宏起位 这就是汉陵帝 诸葛亮在出诗表里说 刘备当年 未尝不叹息痛恨于 桓陵也 刘备叹息痛恨的 就是汉桓帝 汉陵帝 这两位末代混军 香凯的预言 同样 灵验的 但是灵验现象 也许只是比较罕见的 自然现象 天和炎灾 上天并没有向人间 传达什么旨意 如果我们像生物学家 而不是占卜大师 争求意见的话 我们得到的解读会是 所谓 河水变红 只是因为一个 众所周知的现象 李渝 月龙门 李渝月的这个龙门 就是诸书 今天记载的 魏国龙门 今天叫做 雨门口 位于山西河青 和陕西寒城之间 龙门两岸 是悬崖峭壁 中间是黄河奔流 黄河自西向东 越靠近龙门 河道呢 就被两岸的峭壁 越说得越窄 所以当河水 冲出龙门的时候 正有雷霆万驯之事 如果你有机会 远眺龙门 那时候回想一下 水产市场里 买的鲤鱼 你必然会得出 这样的一个结论 别说鲤鱼了 就算是现代的鱼雷 都跃不上龙门 那么 到底是谁布下 鲤鱼跃龙门 这个骗局呢 罪魁祸首 是汉朝一个姓新的人 名字呢 已经不知道了 所以后人呢 通常称他 新氏 新氏写过一本书 叫做三秦记 书名里的三秦 就是 程雀府三秦的 那个三秦 项羽呢 曾经把秦国故帝 一分为三 纷纷给三位秦朝详将 从此秦国故帝 也就是今天的陕西一带 统称三秦 所以新氏的三秦记 相当于一部 陕西地方制 龙门位于陕西和山西之交 所以也在三秦记的描述之列 三秦记原书 早就失传了 清朝学者 从各种古书里面 搜集三秦记的引文 几路成书 当然内容会很单薄 而就在这些单薄的内容里 新氏好几次提到龙门 说那里水势凶险 鱼鳖游不上去 所以江海大鱼越聚越多 但怕有哪条鱼 逆流冲过龙门 就变成了龙 这些发奋改变命运的大鱼 主要是黄鲤鱼 每年牧春世界 无数黄鲤鱼 从大海河 各条大河 云集龙门 挑战极限 但一年当中 能够挑战成功的黄鲤鱼 从来不会超过72条 黄鲤鱼 只要刚刚越过龙门 马上就会云行雨湿 然后黄鲤鱼一边游 一边有天火 从身后降下来 烧掉它的尾巴 当尾巴烧完了 这黄鲤鱼呢 就变成龙了 这样荒唐的事 还真不怪三秦记里乱说 要怪呢 就先怪黄鲤鱼 这个名号 把我们骗住了 所谓黄鲤鱼 并不是今天水产市场里 买的那个鲤鱼 而是两种外形相近的鱼 鱳鱼和黄鱼 它们在今天的生物分类里 都属于鱼缸 鱼科 成年鱼鱼 通常能长到两三米长 黄鱼呢 还要大得多 可以长到五米 先秦年间 鱼鱼通常被称为鲑鱼 黄鱼呢 通常被称为瞻鱼 这两个字呢 建议你到文稿去看一看 它们的身影在诗经里面 频繁出现 而诗经作为儒家经典 衍生出了好几种专门的学问 其中之一就是博物学 目标是把诗经里面提到的 各种花草树木 鸟兽鱼虫呢 辨别清楚 这个领域里有一部名著 是三国时代 吴国学者陆基写的 《毛诗草木鸟兽鱼虫树》 书里介绍 瞻鱼和鮪鱼 说瞻鱼呢 身形像龙 而鮪鱼长得和瞻鱼很像 当然 中国人的传统 总少不了点评一下 这两种鱼的味道 陆基认为 哎 瞻鱼的味道更好 陆基甚至把烹饪的方法 都写清楚了 说他们既可以蒸着吃 也可以做成鱼羹 鱼子呢 还能做成鱼子酱 今天的知识可以让我们知道 瞻鱼和鮪鱼都在海里成长 等长到成年 就会成群结队的涌进江河 逆流而上 游到上游啊 水温低 流速大 水流复杂的地方 这才开始产卵 龙门一带 正是瞻鱼和鮪鱼的理想产卵场所 而他们在产卵之前 雌鱼和雄鱼热烈追逐 时常跃出水面 这些热恋当中的大鱼 鱼鳍呢 总会冲血发红 就像初恋的少女 娇羞的脸颊 所以当大批的瞻鱼和鮪鱼 聚集在龙门水域的时候 长达树里的河段 都会呈现出火红的颜色 微微壮观 周显蒙三年的龙门大约 瞻鱼和鮪鱼的活动格外活跃 所以史官才会把它 当成灵异现象记录在案 这种现象 后来还会频繁出现 于是就衍生出了 鲤鱼月龙门的传说 但也许 会让你失望的是 瞻鱼和鱼鱼 并不会真的越过龙门 一来啊 即便以他们的壮硕体魄 也没法对抗龙门的湍流 二来呢 龙门已经是他们的理想产卵地了 越龙门 其实毫无意义 事情呢 就这样 升华出了哲学高度 当我们对鲤鱼月龙门 充满期盼的时候 那些所谓的鲤鱼 他们表现出来的努力 热切和拼搏精神 只是为了留在龙门 而不是为了越过龙门 所以你看 对待古书里的灵异现象 我们也不能像司马光那样 因为不与怪力乱神 非常之事 总是事出有因 那好 你还知道哪些灵异现象 得到了科学解释 欢迎在留言区 跟大家分享 下一讲 我们会进入 周贤盲四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